你們在看的香港本地足球專居 我是劉浪李輝立 在網上有一件事 很多人都說五星茶餐廳這件事 究竟你這個茶餐廳 為何會這麼出名 我覺得福郭村道五星茶餐廳 我記得由我們開始 有球隊在九龍仔練球 五年多之後 每個人都在那裡吃飯 劉浪會有優點就是 薪金不高 但可以三餐在那裡吃 三餐都在那裡吃 吃完簽自己的名字 我們完美便會結帳 老闆給錢,招數 莫先生多年支持這件事 在吃飯方面都給足球員 嗯 相信踢過劉浪的球員 都知道五星茶餐廳這件事 五星茶餐廳發生了很多笑料 很多事情發生過 例如呢? 潘苓安是一個很白艷的小孩 嗯 他吃飯呢 我們每人限定吃多少錢 他又加這個 加這個 加這個 結果呢 我們就 除了名字 不讓他在那裡吃 嗯 那 他一日去到 他又 去到 吃東西 那 我記得 那時候 那時候 鳳姐 鳳姐 跟她說 安仔 現在你這裡 李先生叫了 不讓你簽單了 不是吧 屍老婆 那我 怎樣 我現在練球 沒飯吃 腳軟了 你給我電話 我先打給李先生 那他叫我名字 我問 Philip 我已經五星了 屍老婆說 沒有簽單 那我怎樣 我沒有飯吃 哦 我簽單 是嗎 可以 屍老婆 可以簽了 那我就收了一線 但是我去找數 鳳姐 喂 有個小孩 黃頭髮的安仔 在那裡簽了 我屍老婆 我已經不讓他簽單了 他說不是 我看著他打電話給你 我屍老婆 你有沒有看過警訊 我自己都笑了出來 哎呀 小孩這麼狡猾 也有 那是不是真的 凍飲加兩元要自己給的 有一天 我見歐陽 遙聰在這裡吃早餐 他突然走來五星 吃完之後 他就爭著找數 我說 喂 歐聰 這裡不輪到你給的了 哇 菲律哥有這些請嗎 幫我今天喝凍飲啊 要不要放下兩元啊 啊 臭小孩 我真是想兜頭打的一夜 原來這件事呢 就在藍華會 就已經 騙傳了幾乎整個足球圈 他說不只是藍華會 外面的人都知道 但是不知哪個懷子說 那為何一凍飲加兩元呢 你真的很刻薄啊 其實你不知道 我內心怎樣對球員 因為他喝 比賽之前或者練球之前 你喝凍飲一定會下雪 喝完雪很多 他踢踢肚痛 肚窩的 我為了這樣 我就禁止所有球員 我不讓他喝可樂 凍飲都不凍飲 熱飲 後來有些都要喝凍飲 凍飲 那時候加兩元 現在三元 你先放下兩元吧 那時候發脾氣而已 其實我出發點的容易 不是真的要他給兩元 那麼刻薄 其實他們健康點 喝熱飲 就不想凍飲 這樣被人唱到整個球員 嘩 菲勒真是刻薄 嘩 吃個早餐 喝杯凍飲 要加兩元 要自己放下 這就是笑話 我相信球員 絕對不理解到我們 真的用心良苦 對球員是好的 不想他們喝凍飲 凍飲 對身體有傷害 或者教導 踢球 連球都連不到 所以我們堅持要他喝熱飲 凍飲 加兩元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當年我記得荷蘭教練 這件事我都記得很清楚 其實荷蘭教練 認不明白那些小孩是怎樣 但荷蘭教練是很嚴重的 吃飯都收到電話 令球員對他都很反感 但在我的角度去 我要做的是協調 當日那是全運會 吃飯之前 他們雖然是玩飛行棋 做甚麼大家心知賭明 鬼佬說他們賭錢 當時我便說 你們不承認很難做 可能原意上 和偉豪有些衝突 偉豪當時發脾氣 拍桌 李志豪便支持他 其實沒有的時候 我都會為你們繼續踢球 你們繼續踢球 既然我都說你們不聽 我可不可以退後一步 讓你們踢球 我們有得出線 但讓香港知道這件事 香港的領隊說不行 如果紀律很重要 如果他們真的這樣 問過了幾人口供 法國的球員反叛性太強 他說不能夠這樣 軍紀就一定要服從 一隊軍隊也好 一隊球隊也好 他們已經犯了事 我都遺憾 即時買機票 把他們扔回來 其實我們被抹黑是很痛苦的 當他們來到 大老闆有錢 大老闆有錢 如果菲利普在管著球隊 他這麼多年經驗 不一定被他搞砸 結果在老闆面前說了很多 柯黑的事 我們是面皮薄的 我幾十年在足球圈 難道我會跟你爭一個老闆嗎 結果去年我離開流浪會 是這樣的原因 某些人叫所有球員 說我很討厭菲利普 這個人在這裡 我就不會踢 那是否真的這樣 其實球員可能有一兩個 會這樣 是為了錢 但他們時候後悔 後悔跟我說清楚 其實我沒有這麼容易 不過某人上來想奪權 就要我們說些事情 讓老闆知道 其實老闆也很諒解 我說 所有的球員都很討厭他 因為菲利普在這裡 就不肯借人給我們 其實有沒有什麼事 我們問清楚 Peter倆和我最老友 我說Peter 那些人這樣也行 菲利普 就算我討厭你 我也不會這麼說 是 五件五件會不會呢 當然不會 能夠借球員出來 這幾間會我們都問過了 包括了南華會 是吧 都不會說 因為我在這裡 而不借人 是吧 其實這件事就是 被人抹黑江苦處 所以我去年決定 離開南華會一年 就是這個原因 即是我相信 在你的足球生涯 一個比較悲痛的事情 相信一定就是張耀倫 張耀倫在我心目中 是一個很好的球員 同時可以說我自親的球員 即是我差不多當他自己的兒子 發生這件事 當然大家都很相感 那天早上 很多傳媒 電視台 來到訪問 我也為了對他表示敬意 也許下了一個決定 就是 在我有生之年 我帶領球隊 是不會再有15號參 當時攪拳 是最團結的那一年 大家看到 整群球員回來 每個人都很相感 我記得 潘應安 盧坤二 哭得最厲害 之後 差不多平靜下來 突然間陳偉豪州在我的房間 突然大聲哭 我問他做甚麼 他說我想穿他十五號衣服 我說這件事不行 因為我之前已作了他的決定 我想他也更加於懷 在我帶他上藍會那天 轉會 他第一個要求 就要曼琳樂建成給他十五號衣服 之後香港隊 他也穿著十五號衣服 為了紀念他 我想大家看到他退休那天 也有提及這件事 沒錯 我想搞足球 就是令我最傷痛 近這一兩年 有傷痛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一個家長為了小朋友 弄傷眼睛 將事情搬到流浪會那裡 擾讓了幾年 這是最悲痛的事情 去年一年離開流浪會的原因 相信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因為有人搬弄是非 誣蔑我 抹黑我 這是最痛苦的事情 一個球員 我對他很好 因為銀子 能夠驅使到他 站在我面前 說一些事情令我很難堪 銀子固然重要 但是你因為銀子 而要埋沒良心 將一些不好的事情 放在我身上 這件事 都是悲痛的事情 其實 球員之中 好像有他真的這麼好 他除了踢球 他將自己的時間 做義工 幫助老人家 他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 他從青年軍 十四歲 已經加入流浪 一直在這裏成長 當然 也借過出去 踢過第一球會 終於回到我這裏 其實 他很有我心意 其實心靈相通 我自己心想的什麼 他會知道 很少球員會對我這麼好 因為他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傷感 對你而言 只是一般 要不要用哪一個信心 找到你 當我們是一般的 我自問你 才能讓我做到一面 最好的 人們 要付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